大家見到我就算這麼低的戰力 我們都可以拿到全場第二三高分數的人 所以這個據點奪還戰 事實證明其實不是一定要看你的戰力 才可以拿到高的分數 小小技巧也可以幫到你在這個奪還戰 這個工會戰上有所幫助 YOYO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歡迎大家今天回來看我玩伊蘇綠納比斯丁的方舟 上一集已經跟大家介紹過這個遊戲的故事背景 基本功能類似的東西給大家聽 如果還未看的朋友可以去看這條影片 因為台版已經事前預約 意思即將就會推出 所以我今天決定繼續玩日版 給更多的遊戲功能給大家看 今天的題目相信大家一定很感興趣 作為角色扮演的遊戲 除了PVE的元素 PVP也是一個大家非常喜歡的內容 抽完卡搞完裝 又怎可以不拿出去跟人私殺 所以今天的主題 會跟大家介紹幾個PVP功能 以及會跟大家展示其中一個PVP的實戰 就是據點奪還戰 我不知道台版怎麼逆 不過日版就是這樣說的 當中更加會展示一下 怎樣用低戰力打出高分數的方法給大家看 緊張又刺激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好 那就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個PVP的內容 就是我們每天活動的競技場 這個PVP雖然說是玩家淡玩家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人機的對戰 戰鬥前的準備 大家都是選擇你的戰鬥對手 然後主要就是火暴陣 大體上你會分為前排和後排 簡單配置就是大家可以放一些戰士類型 放在前排 就好像奧魯哈 或者你自己是一個後排角色 你會把自己放在後排 分配在戰場上的會有六個角色 分別是四隻英雄 一隻寵物 以及你自己本人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 只是練英雄 忘記培養你的寵物 因為這些角色在PV上面 都不是省油的燈 入場之後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控制 或者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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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是人機的對戰 所以比較吃你角色的練度 以及整體練度的水平 技術我就覺得不太多 但是如果練度高一點 你可以單路放一隻坦 然後把你的主角 控制到第二行 造成一個2V2 2V1 以及2V3的局面 說不定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第二個PV內容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畫面上右邊 定期活動中的職業最強決定戰 Kaiobi 即是火要日 不會是星期二的晚上8點 達到30級就可以參加 日本時間的8點 即是我們的7點 這個決定戰會分為幾個部分 第一戰就是海選賽 算是初賽 入場之後 就會根據你的職業 去到一個大亂鬥的戰場 分數 頭八名 應該類似 到一個大黏鬥也是 눈 8強之後就是單挑 所以基本上都是比較吃這個角色的練度 但是在這個大亂度的戰場上 基本上你不走位不手動不下一點點功夫的話 是很難打得出一些高的分數 像我一樣 我選弓箭手自然要補血 有補血技能 殘血的時候可以走路然後幫自己補血 其他人在打的時候你可以參加一腳 看看有沒有機會殘血收頭 都蠻吃意識和技術的 這個定期活動打完之後 除了有剛剛提到的不敗傳說 icon 還會送你經驗和鑽石獎錢 亂鬥都做得蠻刺激的 我覺得不錯 如果多人一起玩的話 好了 到了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同樣都是定期活動裡面的 據點奪還戰 這個如果有朋友一起玩的話 我覺得絕對是這個遊戲PVP裡面的精華所在 雜打架和佔領據點於一身的3V3遊戲 勝利條件就是積分制 完場的時候積分較高的隊伍就會贏 積分可以透過佔領據點、擊殺、助攻去獲得 以下我一邊給大家看看我的首戰 再跟大家說一些技巧 好 這個據點奪還戰 其實是和你的公會朋友一起去玩的 所以如果你想和你的朋友一起玩的話 你就要加同一個公會 當然 就算和一個公會一起玩的朋友 一定要有些人實力高一點 戰力高一點 有些人可能戰力比較低 不像我這樣 我這隻角色在現在 連48級都未到 即是我連2轉都未到 我絕對是屬於戰力比較低的一方 但這個遊戲 會不會說你戰力低 你就什麼都做不到呢? 其實絕對不會的 接下來我就要告訴你 怎樣用低戰力去打高一點點的分數 第一件事 你要深刻的認識到 你的戰力是不喜歡和人單挑贏到別人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跟著我們大老尾 找一個戰力比較高的隊友 然後跟著他在後面幫忙做一個輸出 因為其實對方 就算戰力再高也好 他是沒辦法馬上把你秒殺 可能都要花3、4、5、6秒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都會做到一個拖延的狀態 還有當你隊友在某個陣地擊殺了對手的時候 其實你就好像現在這樣 讓你的隊友快點去第二個陣地幫忙 然後你就幫忙去一個剛剛打完的據點 然後做這個佔領的動作 就會幫我們隊友省回超級多的時間 做完據點之後 記得你自己是沒有能力去守一個據點 所以你這個時候可以佔領完之後 立即去找回你的隊友 然後回合 然後再做同一件事 大家看到 跟你隊友回合了之後 對方的人想過來做佔領的動作 因為你們就算你戰力再計都可以 你都做到一個二打一的局面 所以對方也攻不入我們新佔領的據點 對方也會浪費輸出在你身上 令到你的隊友有更大的空間做輸出 作為一個低戰力的人 有低戰力的打法 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要記住自己的輸出更低也好 你都要勇敢輸出幫你的隊友去打 就算你好像剛剛這樣 隨便吃一招立即殘血 你都要勇敢向前走 因為別人放的每一個技能 都是有機會令到你的隊友 不會被他打到的 戰勝的機率就會更加大 因為你如果做不到輸出的話 但起碼你可以幫忙分攤的傷害 最主要令到我們大佬可以順利擊殺對手 然後我們可以順順利佔領 那就非常好 而最後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沒有跟貼你的隊友 其實你都可以選擇 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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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 然後盡量去別的據點 看看沒有人的據點 也有所貢獻 特別你玩弓箭手的時候 你有回血 你就算殘血 你滾幾下 其實對方都未必追到你 如果他不是刺客的話 然後再找機會匯合你的隊友 或者去佔領其他敵人的據點 去拿這個分數 因為這個遊戲 是一個分數遊戲 很多人打PVP 類似這些遊戲 不停殺人 其實這個佔領據點 都是一個得分的好機會 大家見到我就算這麼低的戰力 我們都可以得到全場第二三高分數的人 3V3情況下 我們都得到400多分 跟我們大哥只差200多分 所以這個據點奪還戰 事實證明 其實不是一定要看你的戰力 才可以得到高的分數 小小技巧也可以幫到你在奪還戰 這個公會戰上有所幫助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關於遊戲的PVP成份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你 理解到更多關於PVP的內容 你在玩台版的時候 就會有更加多的期待 好啦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 如果想和我一起打遊戲 就加入我們Discord群 下一集想說什麼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還有一集再見 影片 在書裡 成功 民